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知道 我们不会把十二连胜 不会赢下每场比赛 我们不会完美无缺 但我们会尽力去做 对于凯文诺克斯 坎特表示 他需要抛开杂念 这里是纽约的 所有人都会看着你 坎特说 我认为 他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那就是关心他需要关心的事情 不要让外界的留言干扰他 在修赛季 坎特和主教练大卫菲茨戴尔一直有联系 到目前为止 坎特表示 球员们都做到了菲茨戴尔强调的方面 他还是那种会告诉你该做什么的教练 他不会只说那些你想听的话 坎特说 他对每个人都很真诚 他一直在改变球队的文化 我喜欢他带给球员们的自信 这就是球员们感觉良好 想要为他上场打球的原因 在菲茨戴尔的鼓励下 坎特一直在练习他的三分球 他告诉我 他知道我能做到些什么 但他想让我拉开空间 投三分 坎特说 此后 这件事就是我的重点了 我练习了很多三分 如果我能拉开空间 这就会让其他球队更难防守 可以让后卫或者其他小个球员杀入境区终结 看看现在的潮流 比赛里 已经很少有被夸打法的选手了 坎特说 如果连忙在发生改变 你可以随着潮流丰富自己的打法 我认为这很重要 每个夏天 你都必须丰富自己的打法 坎特说 所以 我认为今年的重点就是三分球 ROAD495609ROAD编辑 流浪乐光